南韓自上星期五宣布撤走開城工業區所有南韓人後 目前仍然有50人滯留 南韓原定計劃是當地時間傍晚5點前安排人員撤走 不過韓聯社報導指朝鮮提出工作上的理由 令開城區人員難以預定時間回國 南韓總統朴槿惠是青亞台總統府主持首席秘書會議 商討應對有南韓人滯留問題表示會向撤離開城的企業和員工 給予最大援助又說與北韓的合作協議終止 今後不會有國家願意到北韓投資 北韓至3月起單方面宣布與南韓進入戰爭狀態後 威脅要令首爾陷入火海 平壤當局又斷絕與南韓的通訊和交通 並關閉境內與南韓合作經營的開城工業園區 北韓將關閉工業園區的責任歸咎南韓 又說北韓不會因工業區關閉而有任何損失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